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阿代商情 我是徐昂 在香港问候您 节目开始呢 我们首先来带您关照到焦点 内地刚刚结束的双十一购物节 今年已经来到第十届 今年阿里巴巴以2135亿元人民币的交易额 再次打破记录 其他多家电商平台也呈现火爆场面 一年一度的阿里巴巴双十一网购节 于当日临时展开 最终交易额所定在2135亿元人民币 再破记录 而去年成交总额为1682亿元 及时交易数据显示 较去年攀升至同一交易金额 今年的速度快了超过8小时 首三位销售额最高的省份分别是广东省 浙江省和江苏省 以城市来计 排名前三的为上海 北京和杭州 而其他主要生家方面 京东11月1日下单金额超过258亿元 超过1亿件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 京东10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 累计超过1.8亿人次参与 苏宁易购发布的苏宁双十一成绩显示 交易额4秒破亿 50秒破10亿 小米新零售全渠道支付金额36秒破亿元 网易考拉用时78分钟 即超过2017年双十一全天销售额 而内地媒体人民日报也发表时评谈及双十一 指其意义不仅在于社会消费的一次集中释放 更重要的是产生了全球最大的消费数据库之一 为消费升级与供给升级的联动提供数据纽带 时评指出 今年双十一 电商交易再次呈现火爆景象 十年来 双十一成交额高歌猛进 其实反映出消费拉动力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不断崛起 在消费规模不断攀升的大背景之下 消费结构也在自我迭代 优化升级 亚太第一位是综合报道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永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 陀国斌先生 陀先生您好 您好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我们看到这一次双十一可以说 这个成交额也创下来了 我们过去这十年来的这样的一个 算是一个成交的记录了 而且我们今年可以看到 其实不到两分钟 应该是两分左右的时候 就已经突破了100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成交额 可以说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 我们看到今年 尽管说很多人都在谈 消费不乐观 消费降级 或者说经济形势不大好 但事实上好像今年的双十一的 在线购物以及互联网这样的一个网购的 这样的一个行业发展还是非常火爆的 您怎么看接下来 内地的电商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对 我们实际上是出现一个又一个的记录 基本上我觉得在两分多钟 好像是两分 零五秒或者好像是零三秒的时候 已经放出了这个记录 我觉得是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成就 尽管在未来的时候 我觉得电子商务的这个发展 肯定是有一些瓶颈什么的 特别是我们现在已经有那么高的这个基数的时候 你在这个百分比这个上面去增加更多更多 其实也是的确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困难 但是反过来我觉得这个反过来是看清楚 因为在一季以来我们看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商务方面 能够发展那么快速呢 特别是如果跟欧美市场已经发展非常成熟 他们已经有那么多的这个电子商务的这个基建 为什么我们快速的增长呢 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未来发展 有一个非常终点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有一个很终点的事情是 新经济也好 科王也好 特别需要网络效应 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台阶 如果在我们人口的这个数目里面呢 能够出现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购买的这个力量的时候呢 一开始已经突破这个门槛 我对无论如何对不同的商务的这个活动来说 也是非常重点的 跟比方说你跟美国商比 他们可能需要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品牌 去容纳在一起的时候 才能够做成为这一个这个程度 反过来 现在我们看中国能够出现这个事情 我觉得的确是非常了不起 确实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国家主义新近平有谈到说 中国也要发展这个跨境电商业务 其实跨境电商的一个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呢 也层出不穷 您觉得这个中国的跨境电商业务 未来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市场 有什么样的一个广阔机遇呢 我觉得这个机遇反映出来是现在的环境出现的 一些表面上是可能是危 但是最后如果我们能够解决的时候呢 就是机会 特别是现在我们看这个国际贸易方面 可能全球性以前可能有一个均衡状态 就是一些多变的贸易方面呢 已经达成了一些我们合作的方案 现在反过来可能需要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方个别的去谈的时候呢 其实在交易的程度来说呢 我们看这个交易成本啊 这是完全是不划算的 现在反过来 我们需要有一个电子商务的这个平台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交易的成本 这个费用减低的时候呢 就是对所有全球性的不同地方的 欧美也好 亚太地区也好 香港也好 什么地方都好 我觉得对他们这个交易成本啊 大大的降低 对整体全球性的不同的消费者 都肯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你说跨境的这个事情 只不过我们从经济学的理论来说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需要交易 就是你跟我 我们能够从这个交易里面 达到一些上赢的状态 如果跨境就是不同的地方 他们能够达到这个上赢的状态 我觉得的确我们中国能够在这个方面去跑出来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对全球都是一件好事 那跨境电商的话 您觉得会有哪一些这个挑战是需要面对的 主要还是制度性的这个问题啊 比方说在货币方面啊 汇率方面啊 也有啊在不同地区 我们比方说进口或者出口的时候 有时候需要灌顾一点点这个灌税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啊 商品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些地方啊 不容许啊 有些地方还是挺流行的 我们需要关注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但是我看过去十年的发展啊 其实啊欧美的人士他在比方说你刚才提到过这个上十一的这个 很大的部分也是来自于欧美的市场的这个消费者啊 我觉得这个强远来说 基本上只要我们能够在制度性的这个安排方面啊 不不停的做这个改善的时候呢 大大的把这个交易成本降低 我觉得的确是全全球性的一个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想问一个这个私人一点的问题啊 这个双十一的话 这个图国斌先生你有没有参加网购的 不是我自己 但是我家里面呢 我太太代表我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的实验成本不容许做这个事情 但是家里人啊 也许做 反正平常也是我们做挺多的这个 现在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太大的这个方便 你不可能完全没有参与这个事情啊 其实说我们看到这一次双十一啊 不仅中国内地的成交额很高 香港啊 也算是境外地区 还有这个国家当中参与度最高的一个地方了 同样呢 包括像俄罗斯还有美国啊 排这个第二跟第三这样的一个境外的地区 那您觉得这个香港市民啊 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本土啊 本地的话我们可以买到全世界各地的一些商品 但事实上香港您觉得有这个网购的这样的一个更多的机会吗 有的 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今天脚上我们看到 他买了在这个上十一的这个买了三百六十多个项目的这个商品 其实每一个都不是特别贵的这个事情 但是呢 总的来说就是说他可能需要在把握这个时间参与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就说明其实的确很多的消费者 他们是非常关注这个事情 另外你说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当然有 因为香港在过去很多年都是一个中介人的这个角色 无论说是把国际市场跟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去拉进 或者是我们从不同的领域方面 包括金融市场方面把需要融资的 更有这个金额的这个投资人啊 把他们拉在一起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介人啊 这个是肯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而且这个香港它的这个租金是很昂贵的 其实如果说这个跨境电商也好 或者发展这个电子商务平台的话呢 可能对于这个租金成本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减少 对于商户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支持 对不对 对 OK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啊 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消费降级还是消费升级 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双11啊 这个网购的这个成交额很高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点啊 这个商家让利的这个额度的话也是蛮高的 这比如说啊一件品牌的一个衣服啊 之前的话真的就是四五百块钱的这个门户的这个价格 但事实上的话呢 你在这个双11这一天的话 它可以达到这个50%的折扣 但是过了这一天之后就真的就没有折扣了 所以呢很多人是吧 集聚了这个全年的购买力 就等着双11的时候呢 这一口气把全年的所有的商品全部都买掉 所以说在您看来的话 究竟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是一个消费降级 还是一个消费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您觉得之后这个双11这样的这个购物节产生的这种消费数据啊 有没有机会可以更多的升级 让这个质量更加的上升 我觉得你说的实时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面 一个部分是很多的消费者 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理性的预期 在某一个时间点里面 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买进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等待一下就可以做这个事情 这个是全球性都是有同样的这个消费者的 这个我们说这个行为的模式 但是反过来有没有可能性除了因为便宜 反过来就是因为这些品牌可能是好啊 或者是有些别的这个行为模式 我觉得也是在发展当中 但是你说一开始当然是从这个便宜的角度 慢慢逐步逐步让不同的电商 不同的品牌能够发展起来 然后再逐步逐步的提升 反过来如果你一开始就需要 我们不卖便宜的东西 我只卖最最贵的东西 然后你们所有的人去买 去买进这个最贵的东西 我觉得也是不太合理吧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涂国斌先生 做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了 更多资讯可以留在我们TV的官方网站 还有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